大家好,又來到CRW 今次加了一個麥克風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說收音不太好 這個麥克風會比較好 這個麥克風不太貴 所以如果不夠好 都可以用一個更漂亮的麥克風 這盒是早期營CZ-75 version 入完這支幫客人 我就見幾個人想再入 不過日本KSC說已經暫時沒有了 只剩下手頭上這支 所以你看到影片都不要衝過來買 因為這支是人家叫我 在日本和KSC訂回來的 首先 看上一般外型 CZ-75是這個位置比較肥 正常 一般看到坊間就是這支 這個早期營 沒有加強這個位置比較厚 薄身 後來發現原來硬度不夠 所以加強 就像一支高能力 其實我看過整支槍 雖然這支槍是膠 但你拿上手的質感 都是頗敘手的 用客人來拿槍 試不試槍 因為很多時候買KSC的客人 都會償 真的不試的 請把M11A1用的3D Print Kit 已經到兩個型號了 他們叫Blade A1,A1就是這個Kit,L1,還有電筒 可以裝在System 7 或再舊的M11 A1系統 有一條外包,它是夾著頭,所以新舊系統都可以 現在試槍給大家看 這支M11 A1是膠身,KWA出品,其實也蠻好玩 Auto 把雞子捏緊,就會自動前後前後 我把電筒給大家看 這個按鈕就是開電筒和關電筒 其他電筒放進去應該都不可以,一定要跟他們的電筒 Open Bowl 設計,鎖起了你才進甲 System 7 的甲就不能跟舊甲共用,雖然樣子是一樣的 先試單發,單發是指著S字,就是單發 然後最好玩當然是HAPPY 炸電筒 超快射頻率畫畫 好,再拆起試一下 然後慢慢移動前面,我打Auto 時 先試一下 好 CPU 好 CPU CPU 經常有客人問我們還有沒有DM870 Dominator 就不會再出任何款的銀杏 所以你們想購買就是二手市場自己收購 我們亦不會幫DM870的窗戶改了APS870 不是因為法律或政治原因,純粹是師傅不再改 一支可以算是我們最後改一支APS870學 都半年前的事,現在才拿影片出來 post 槍身製作了雷明燈深刻,然後再加Zero Code 按Midnight Blue 改了APS彈 入了一粒在Chamber,三粒在倉庫 頭的三粒是沒有氣的,第四粒是藍色的才插一顆氣 客人要求換一個木柄,這是APS出品的木柄,可以直上DM870 在尾手柄,我們做了拋光到GMP的CA870系統 都要大執位才上到DM870上面 這雙是真正的CP護石,看到的標示 我想你們都很煩惱,用了一會後 就會脫掉邊緣 原本是用膠碎黏的,我現在嘗試 再用一個方法黏緊它 如果成功,就分享給大家看看 由於你每次洗都會拆,所以會扯 扯扯一下就會扯掉 我現在口述一下這個畫面做的什麼 是塊鏡來的 這張材料其實是像膠水一樣的 你要用蒸氣燙頭燙一燙它 它就會黏在其中一面 然後蓋上這個,用大頭釘定位 再用這個蒸氣燙頭 今次不是蒸氣離遠,就直接黏在它 都還未完成,因為燙完後 它都有機會脫掉 這裡再做上面的,這些再辣一點 再加一條車線,CP沒有車線的 所以就會脫掉出來 現在加了車線,就非常之牢固 做完之後,發覺也是勸大家買一隻 因為需要很多功夫和技巧才能做到 不是一般普通人在家裏夠工具做的 Pro Arms出品的Springfield V10 是給Malui用的 到貨了 數量就非常之少 因為我們都做了數量不多 到我們手呢 減完預訂就非常之少 到街上 看到片就盡快來了 這個全不鏽鋼 非常之靚仔 沒有跟進性的 八千元 嗯 再看看其他新產品,這個是我朋友做出來的 就是暴龍哥在Youtube經常介紹他的肚子兜 這個肚子兜非常輕便,主要插五隻M4,兩隻手槍甲 前面和後面一大片魔術貼都可以延伸,可以多加一層M4甲在前面 左後腰和右後腰都是一個比較寬的袋子,可以放一個特殊的急救包 只是做了一個戰術灰色,沒有其他顏色 槍界長青樹,John Rick的產品又再出現,這次出現在PTW系統 FCC做了CNC的女上身,已經做好Marking,非常英俊 給PTW的玩家繼續改一支John Rick的M4 講開John Rick,Pro Arms還有小銀色的 比馬記Grog17用的TT-34的Unslide 這個Unslide我覺得可以配搭透明的下身,我也要組一支 稍後組完給大家看看 Angry Gun出了一個新款的MP9 Power of Silencer 有精密管在裡面,所以力量會加強一點 下面有幾個骨頭可以安裝電筒或其他Laser的配件 在90年代海炮部隊使用最多的背心ABA 終於做了一個Repica,十年前出過 現在出Version 2,有MP5 panel和M14 panel 預訂的客人可以得到一個免費的升級 就是胸口的兩個小袋,那兩顆樓 就是整個四顆樓有Marking 你們之後購買都可以加錢有這個升級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我在下個YouTube就會講這個歷史 如何正確穿著它,除了黑色之外還有其他顏色的Variation 大家看完之後,希望你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 這個是我製作其他YouTube的原動力,多謝大家 謝謝你